2024年5月下旬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大規模整治電瓶車 講明了就是將老百姓的電瓶車強行沒收 光是5月23日這一天,在中國範圍內 就清理了將近30萬輛電瓶車 這個影片是2024年5月拍的 影片中究竟要沒收女生的電瓶車 她急得大哭,因為她剛剛上班,媽媽借了錢給她買這部電瓶車 下面這個照片是2023年6、7月拍的 網友寫著,生活太難,還要製造困難 叫大家攔上艱難 路如交警查車,外賣小哥生活所迫 拖著電瓶車走 這是她生存的工具,拉走了就沒有生活來源了 顯示出低層百姓的姦身 這個影片顯示是2024年6月26日 廈門一個外賣小哥的電瓶車被交警攔住 要沒收,外賣小哥開始閘電瓶車 很生氣地對交警說,你要就拿去吧 據廈門市東地人說,交警將電瓶車收走後 會拉到島外一個偏遠的電瓶車的墳場 如果跑到那裡去繳交罰款 就要拿錢錢的電瓶車拉回島內 費用很高 所以很多外賣員乾脆放棄繳交罰款 不要電瓶車拉 網友對此紛紛留言說 共產黨執政就是靠這種欺負老百姓的方式 將勞動者的生計迫到絕境 這樣的管理手段不是為人民服務 而是對低層人民的赤裸裸、剝削和壓迫 一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半個月白做了 被誰都很生氣 也有人表示,雖然打爛車 但還抱著不值什麼錢的電磁和雜物商 遙遙擺擺地走了,太可憐了 還有人說,為什麼不關閉 生產電動車的廠家呢? 生產出來又不讓人上路 明知道低層人需要這個工具來謀生的 非要搞到趕盡殺絕,引起民憤 真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腦裡裝了什麼 這個圖片拍攝的是2017年7月 這個小伙子看到執法人員要沒收他的電動車 竟拿起一塊大石頭將自己的車打爛 還說,自己打爛也不交給土匪 這個影片顯示是,一名送外賣的中年樓士 看到糕景後驚恐地大叫 方方張張推著電瓶車快點走 有夢有說,外賣小哥看到中共警察 和見到鬼一樣害怕 一旦被捉到電瓶車 被沒收罰款2000元 2024年4月11日 X平台網友發文說 科目一考試,順利通過 回來的路上看見糕景在捉車 碗碗一車電動車 個人認為應該從源頭生產的廠家捉起 不讓生產不合規的車 而不是等到滿街都是飛飆車時 再叫低層的百姓迷單 這樣搞,沒收罰款都不是辦法 網友對於這個問題也是局書己見 有人說,電動車出廠要求 限速記得是20公里 而該標準 廠家絕大多數產品是不合格的 應當從源頭處罰 也有人表示 從生產廠家族 就業、社保 稅收誰去解決 生產企業是東地 納粹大戶 不能夠動還要扶持 還有人說 生產廠家 肯定與政府有關係呀 動不了的 騎電動車的肯定是中下計程 沒收罰款都沒事 這個影片顯示是 2023年7月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究竟 扣留很多送外賣人員的電瓶車 2023年7月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男的 頭盔都不戴 什麼都不戴 人家也不抓 就是專門抓送外賣的 男的說 這個是哈爾濱究竟呀 不給老百姓活了 拍影片的男子說 自己沒有違章 也戴了頭盔 從究竟身邊 騎電動車的男子 也沒有戴頭盔都沒事 究竟卻觸他們這些 正檢齊全的外賣人員 這個影片顯示是 因為究竟禁止外賣人員騎電瓶車 這名外賣小哥 乾脆騎上自行車送外賣 就是不知道 能否將外賣及時送到校戶手裡 這個影片顯示是 究竟將外賣小哥攔下來 用清寵器對他的電瓶車清寵 看看有沒有超寵 男的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 我是慢慢都不敢相信 其實 早在幾年前 中國政府就開始強行沒收電瓶車了 這個影片拍攝是2021年4月 X平台網友 吳文行發文說 反覆收割低層生活資料 今日沒收過三輪車 明天沒收過電動車 影片節目上顯示 外賣小哥今天算是血本無貴了 有網友說 廠家可以生產 廠家可以銷售 油站可以買油給你 但是你使用就是違法了 但是電瓶車是普通百姓的代步工具 也是外賣小哥們的謀生工具 當他們的電瓶車被強行沒收後 很多人被迫被交警下跪 這個影片拍攝是2024年7月 一個中學生急著要上學 途中交警沒收他的電動車 小孩子幾次被交警下跪 根據影片配音得知 這個小孩子騎電瓶車去學校考試 被交警攔下來 可能因為要考試 小孩子沒帶手機 身上估計也沒什麼錢 多次跟交警下跪 請求他們歸還電瓶車 但是沒有一個人被小孩子的行為動用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小孩子有多急 一直試圖解釋 但是沒有一個交警 站在人性角度處理問題 去體諒一下小孩子 2024年7月 女兒的說 我不明白你們到底是以罰款為目的 還是真正以老百姓的安全為己任 任何事情在特殊情況下 是不是可以亮一下綠燈 他們沒有犯下什麼滔天的罪業 難道就不讓小孩子先去考試嗎? 這個影片拍攝 2020年5月 一名交警 沒收了外賣小哥電瓶車 他無助地跪在地上 一群人都在圍觀 X平台網友 有沉默的力量販民說 電動車被拖 外賣小哥下跪 男兒室下有黃金 這一季 貴的是家裡連壞的老父母 貴的是家裡連幼無知的小孩子 貴的是家裡白頭雞腦的老婆 貴的是壓在自己身上的大身 一台電瓶車 在你們看來不值錢 它是他們猜疑老少 綁著填飽兔子的飯碗 這個圖片拍攝2019年8月 X平台有網友WYQ發文說 這位農民工兄弟的電動車被沒收了 他寫不得那兩把防盜鎖 受骨輪迅的身體 臉家的頭盔 憂鬱的表情 悲傷的眼神 看著叫人感到非常心酸 他想防盜 不知道盜賊是誰 而且遇上披著合法外衣的搶劫 這兩張圖片顯示是 究竟將沒收的電瓶車集中到空地 或者有人會問 中國各地的郊警 沒收這些電瓶車要怎樣處理呢? 這個影片顯示是 這些電瓶車的貴宿 也就是集中銷毀 2024年1月 X平台網友 韭菜元宇呈徵精選泛民說 老百姓合法購買的電動車被沒收 被集中銷毀 有些地方還好大喜功 曬有介事那樣 搞隆重的銷毀儀式 好像怕天下人不知其最惡 很多人靠電動車生活 比如送快遞送外賣 官府無情地打爛他們的飯碗 和以前禁止摩托車一樣 生產、銷售的廠商 什麼事都沒有 照樣生產、銷售 官府只是向低層的民眾下手 下面的兩張圖片就顯示 所謂的銷毀儀式 2019年4月10日 X平台網友美娟美心泛民表示 大批銷毀的電動車的動因是什麼 車合法的生產銷售 整個過程一直處在政府監管和神培之下 各種稅費一分都不少 然而百姓買來用時 為什麼會變成不合法呢? 大批被攔截 強制罰款沒收 堂而皇之 將搶去的電動車大規模銷毀 很多幾乎是新車 這種執政思路 是不是全世界環境? 是不是變相的促進銷售 促進稅收 天文下面的影片顯示 某處停車場 停放著一大片被究竟強行沒收的電瓶車 中國政府這幾年一直強行沒收百姓的電瓶車 它不禁止廠家生產電瓶車 這個背後必然有目的的 這個影片顯示是 中國政府在沒收民眾的電瓶車後 退出了收費的共享電瓶車 但是遭到百姓的另類抵制 從影片中可以發現 民眾將暫新的電瓶車 調入河裡邊 也有很多暫新的共享電動單車 坐椅被滑破 在電瓶車調整價格後 各地廠家就生產大量共享電瓶車 但是很多暫新的共享電瓶車 被人故意推到地上 或者是偷偷丟入了水塘 2023年7月1日開始 廣東省官方出台的電動自行車 新規包括 不可搭載高於120公分的兒童 不得裝飾後視鏡 配戴安全帽 需領取車牌 限速20公里等 如果違反規定將被處罰 面對中國政府這些規定 廣州青年開始進行另類反抗 從2023年7月開始 廣州街頭出現了大量 坐電動輪椅出行的年輕人 女的 開車上路的話路上塞車 騎電動車又不准進 所以我們就私路打開 搞一輛電動輪椅代步 女的 這下好了 陽王無耗盜 人力三輪車先出來 一夜之間 彷彿回到中共見證前 接下來還有黃包車 板車 這下好了 又環保 又不用擔心充電電池會燃燒 2024年6月17日 X平台帳號海外爆料泛民說 中國平民汽車賣不起 摩托車已禁行 電動車被究竟沒收了 共享電動車又不能夠帶人 更好 老闆留下了200大港還在 日上爆胎小孩子上學 接送問題解決了 這個網友幽默表示 惡意提問 生三胎的平民家庭怎樣辦 這個影片 講出了中國百姓的心聲 我們回不起學 他們不擔心 我們買不起房 他們不擔心 我們看不起病 他們也不擔心 我們養不起蛙 他們還是不擔心 我們老無所依 他們依然不擔心 我們只是騎一輛普通的電動車 他們開始擔心我們的安全 你說這個搞不搞笑 據中國官方媒體宣稱 2024年5月這次展開全國性的檢查行動 是查處電瓶車所謂 不合身標及違反停放充電問題 其實 中國民眾的電瓶車 是通過正規渠道買到的 現在中國警方 卻說這些電瓶車不符合標準 有民眾指出 那麼電瓶車的銷售 和質量檢查等方面 這個一關關 都是怎樣通過審核的 為什麼 到了老百姓手上就不合格呢? 而且電瓶車有質量就應該找生產廠的 為什麼要為難生活不容易的老百姓呢? 美國南卡萊納大學 艾行商學院教授謝田 對海外中文媒體表示 中國政府整治電瓶車是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中共各地方政府 都允許廠家生產電瓶車 但中國的交通法規 又不允許電瓶車上路 電瓶車在經濟利益驅使下 才會被繼續生產 北京當局 又不喜歡這種車 覺得影響使用 噪音很大 以及看起來又不大氣 不願意給它太普及 但中共又不禁止生產電瓶車 說白了 中共一切都是為了利益 根本就不理老百姓的死亡 對於中共政府大力打壓電瓶車的問題 美國經濟學家王大偉指出 現在中國交通死亡率 佔比最高的確實是兩輪電動車 但中國政府不想增強管理 它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就是暴力禁止 深圳異議人士 林生亮告訴海外中文媒體 大量中國務工者 或者接送小孩子的家長 騎電動車非常方便 充一下電就可以走了 又不會堵塞交通 但這個對當權者來說 沒有利益 對老百姓有好處的事情 就不讓它發生 一開始電動車出來的時候 中國政府還支持 後來覺得電動車多了 影響到一些人的利益 其實關鍵原因是 但是政府沒辦法對電平車收稅 他指出 整治電動車這個背後 非常膽脹 一切都是圍繞利益和政治任務 先足 後邊再規範 這樣就可以收稅了 有網友說 生產電平車是因為企業生產出來可以交稅 還可以帶動工人有工資 但又不喜歡利用 因為電平車太便宜了 不如汽車游水帶 汽車的油耗 停車費 保險都有很大的利潤 看來 中國政府真正關心的 不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便利 而是政府的稅收問題 尤其在這幾年中國經濟下滑的背景下 中國政府更是想辦法從普通百姓身上 撈取利益作為決策的出發點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點讚、留言及轉發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